我們是表弟1點半開始 所以我們就開始 那先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我們這一堂叫做開放資料與地圖課 有兩個講師 集中一位我是哲偉 然後另外一位是 Ronny 我們大概就是 其實其他間都還有別的主題 我想各位報名的時候都有看到 例如說危機百科 然後像 OBS 的直播 還有 Cofax 這樣子 那我們這一堂課主要針對就是 開放資料跟地理視覺化的這樣一個主題 希望是讓大家可以了解到 這個可能會聽過的用詞或名詞 或者是它的應用的一些情境之下 我們大概期待是跟上午有一點關聯 你如果今天想要做某個主題或某個研究 它如果用地理資料來呈現會更適切的話 那這樣的技能你可能學起來就會比較有一個用途 那我先確認一下 大家今天都有沒有看到現在畫面上的簡報 有嗎 有沒有人沒有開到這個文件 我們今天應該是不會一直切來切去 如果在講解的過程中 我們就是讓大家可以看看下一頁要講什麼 或上一頁要講什麼 當然我自己這邊還是會跟著簡報走 那我就確認大家都有看到簡報囉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再請我們的助教IJS 台南女中的學姊 是是是 那它本身也是資訊開發的背景 目前也是相關行業的中業人員 那如果都沒有問題 如果看到今天的文件跟簡報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課程 Rony那邊的介紹 等到他開始介紹 就再介紹好了 我自己的介紹是說 我自己其實不會寫程式 但是我是在空間規劃公司工作 所以各位可以想像 公園的設計 外部空間的設計 就是我們這個行業會去精熟 那我在GMP社群參與的一些 都是比較跟地理資料相關 例如說公有土地 這個土地的資料的視覺化 或者是像 找出一些公園它的大樹比較少 我們叫做台灣好子弟 這樣一個專案主題 那如果各位有興趣 都可以再點進這個社群的成果裡面再去看 那回到今天的課堂主要的內容 在於說 我們大概會先很快的講解一下地理資料 就是我們可以聽到 上午跟下午 你們大概也會熟悉很多的資料 那有一類的資料 它有地理屬性 有位置 那這樣的資料 它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我們會先做一些講解 那二三四 就我們在今天課堂的大架構 二三四 會比較帶大家操作一些 可能會在資料應用上 特別是地理資料應用上 你會需要一些小工具 有一個像是 像第二節 我們會請Roni 帶大家做那個試算表 裡面有一個叫Vlookup的函數 這個嚴格講 是資料清理的時候會用 但是在我們國家的這個開放資料裡面 地理資料裡面 你需要這樣的一個小工具 跟小技能 否則你沒有辦法去使用 我們政府提供你的資料 因為有時候它提供給你的想像是不同的 你要需要有一點清理的技能 第三個節奏 我們希望大家 帶大家使用一個叫Carto的資料視覺化 其實它是一個商業的服務公司 它就會讓使用者可以丟上資料 那這個如果是地理資料的話 它可以讓你做出一個線上地圖 做出線上地圖之後 你可以share給別人 或者是你在線上地圖裡面 加一些你的想法 有一些視覺化的呈現 所以Carto這個公司 就是在做這樣的事情 那我們今天就是用它免費版本的額度 請大家例如說丟鎮央的資料 還有人口 村裡的人口資料 請大家整個走過一遍 實際用一用看 那第四部分呢 因為也有一些朋友 你們是要有期待是學一些 跟地理資料相關的程式技能 那我想我們今天不太可能 真的進入到細節操作 不過Rony這邊會整理一下 例如說你是寫Python的 或者你不是寫Python 你是寫什麼樣的語言的 那或許你的Library裡面 在地理資料處理上 他有一些超多的 過去的經驗可以分享給你們 又或者是說 我其實不太想要寫程式 比較沒有要往這個方向發展 那或不我要學一些QGS的軟體 藉由一些免費的 開源的地理資料的軟體 我也可以做到地圖 或者是地理資料的整理 這大概在第四節 我們都會跟大家分享 好 那我就首先先介紹一下 地理資料最基本的一些想法 那各位看到畫面上 其實它很簡單 我們對地理資料的理解 也蠻直觀的 就是有一個空間的屬性 空間的資料 跟屬性的資料 所以有時候我們看到一些 CSV的格式或表格 它是一個資料 可是今天它如果今天有一個 精緯度在它的欄位裡面 那我們就可以依照這個精緯度 去定位在整個全球的座標系統裡面 告訴我們說這一間美食的店家 它是精度的數字多少 緯度數字多少 我們可以把它定位 所以它說穿的就是 資料有了地理的位置的屬性 那常見的就是用座標系統 來給予它的位置的屬性 那有時候政府部門也會說 我可以提供給你地址 所以有時候資料變成是 它沒有精緯度它有地址 那你要想辦法從地址 再定位出來它的座標 那資料本身 其實它最主要的大分類 就兩個分類 一個是電線面的向量資料 所以可能比 各位如果有操作過 例如說 Adobe Illustrator 或者繪圖軟體 有些是用向量的方式 來構成這個繪圖 那基本它的背後 都是電線面來組成 那有一個 其實它除了向量資料之外 有一個叫網格資料 待會我會介紹一下 它的型態 比較常常用在衛星地圖 或者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就是一個很大很大的照片 或者JPG 那這個JPG 它沒有辦法用點線面來組成 因為它其實就是一張圖片 所以它需要用網格的方式去記錄下來 所以它其實原理跟照相的畫素 是差不多的 那待會我會介紹這兩個的差別 所以畫面上我們就很簡單 把點線面的資料打開給大家看 現在畫面上是我把我們去下載 政府資料開放平台台南市的餐飲店家 就是台南市政府推薦的觀光客 可以去的一些店家 把它整理成一個資料 那我們使用的就是Google Map Map 很簡單把它放到Google Map Map上面 我們看看這個所謂的 這個每次店家的資料分佈在哪邊 那我也順便問一下 大家有聽過Google Map Map這個工具嗎 有聽過的話舉個手 我們來評估一下 我們要不要帶大家操作 沒有嗎 其實我剛才有看到有人搖頭 沒聽過的可以舉個手嗎 沒聽過 那想聽的舉個手 其實這還蠻好上手 那我就可以帶大家來操作一下 我現在畫面上看到是點資料 下一個我們放了一個台南公車路線 這也是台南市政府跟交通部公布的一個資料 你看得到有一些藍色的線條 就點線面 我們剛才餐飲店家是點 公車路線也看到很多的線很多的網絡 我們再一個是面資料 我們台南有很多的行政區 所以你可以看到畫面上橘色框線的 我們中間是把它挖空 所以每一個行政區的框線 它其實實際上是一個面的資料 所以在這個畫面上也看到點的資料 線的資料跟面的資料 那你如果想要實際把它打開看看 我們在我們的公開文件裡面 你可以找到我們現在的段落 我們現在還在第一個講解的段落 地理資料的基本概念 有一個所謂搭公車吃美食的 Google 買賣示範地圖 你可以直接點到這個網址 點開來之後 就是我們把剛才那三個資料 放在這個Google 線上的地圖 讓大家可以 Zoom in Zoom out 去滑滑看 或者去點選它看看 你點選它之後 可能還會跳出一些欄位的基本的介紹 或者是當初這個資料 還有一些欄位想要告訴大家的內容 我們現在用的這個工具 叫做 Google My Map 我們聽到最常聽見的叫做 Google Map 我們要去哪裡 或者要導航 就用 Google Map Google Map 有一個給你自己做 你的線上地圖的功能 叫做 Google My Map 所以你如果在 Google 上面 Key 說我要用 Google My Map 的話 它會進到另外一個介面 讓你去登入你的帳號之後 它會問你 你要不要創建一個新的地圖 那因為好像大家都比較沒有操作過 那我這邊 或許不會停下來操作過 不過我操作也是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假設我今天要做一個新的地圖 我現在在 Google 搜尋列 我寫 Google My Map 就是中間加一個 My Key 下去之後 它的中文叫做我的地圖 點進去之後 各位可以看一下畫面 它就會說 我的地圖可以建立自己的地圖 或者是我還可以分享等等 那按開始使用 因為我這個帳號是一個地圖都沒有 所以我可以建立一個新的地圖 那你如果其實過去有建立一個新的地圖 你在這邊就會看得到 好 那我就點一個建立新地圖 那到了這個介面之後 它這個就是你的這一份地圖的後台 我們現在很直觀地看一下 好 有看到一個地圖 然後可以拖曳 那在畫面的左手邊 你會看到有一些好像可以去 輸入一些東西的感覺 好 我們先從最上面開始 它有一個寫一個叫無標題的地圖 比方說我這個地圖還沒有命名 好 那我們就點它 點選兩下之後 你可以來改變它的地圖名稱 例如說我就是台南美食地圖好了 台南 那你如果有一些說明 你可以在它的下一個欄規去說 好 這個我已經命名好了 然後 我假設今天真的要把剛才那個點的 餐飲店家的資料放進來的話 這邊已經開始有一些圖層 一般來說我們地理資料 除了資料本身之外 我們在呈現給別人的時候 會有用 layer這樣的角度 圖層就是一個layer 一疊一疊一疊 所以 Google Map Map 它提供免費的上限是十個圖層 也就是說 我今天這個台南美食地圖 美食可能也一個圖層 公車路線可能圖層 行政區也可能一個圖層 它允許的coda有十個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疊到十個 那我也想要放美食 所以我要先去找資料 也回到早上其實大家有提到 我們現在有個構想 但是不一定我們資料 其實資料很難從我們個人去整合出來 一般來說我們就會期待大家去知道說 政府開放資料 或者是一些民間的資料來源 那回到美食的資料 我們也放在這個文件裡面 Google Doc裡面 你會看到這個點資料它的原始資料來源 我們點開來看看 這個網址 你可以大家先注意一下 這個網址叫做 Data.gov.tw 也就是說它是政府的一個網站平台 在上面有 基本就是全國 只要是公開的開放資料 都會在上面可以被查到 那我們今天已經是查好了 這個台南餐飲的部分 所以你進到這個頁面之後呢 除了它一些資料解的描述之外 因為對我們來說 我們想要這個資料 我們就可以在這邊有一些資料 資源下載的網址 我們先下載這個 CSV 的格式 各位有聽過CSV這個是什麼樣的東西嗎 有人點頭有點搖頭 其實CSV它是一個縮寫 C是 Comma 就是豆點 然後 S跟V separated separated review menu 簡單來說 它就是 類似像Excel表格的一個資料 那它因為為了要存取方便 檔案小一點 所以它最後 藍位跟藍位之間用豆號來分割 所以你如果把CSV的資料打開 假設我現在都沒有做任何動作 那它會問我說 我是不是要用Excel把它打開 那我假設用Excel把它打開 那它會用這個資料表架構去理解這個CSV 所以你現在看到會 它進去判斷說 有Comma的地方 就是一個不同的藍位的區隔 所以你會看到它現在 滑鼠上面有一個標頭 叫ID 叫經緯度 叫這個 商家的名稱等等 那我們也可以觀察一下這份資料 它的地理格式在哪邊 各位你覺得 從A到P的資料集 它哪一個資料欄位 是可以拿來做地理的定位 後避區 這可以定位嗎 好像可以 可是 其實那也只有在我們人的意識下 會知道這個有什麼意義 對電腦來說 它不曉得後避區是什麼樣的概念 名稱當然也不太可能 因為這個各式各樣 開電時間不可能 有一個地址 這個地址好像有一點機會 不過因為我們Google 並沒有這麼協助的 這麼的好 所以 我們部分的地址 其實還是要經過其他的工具 才能有辦法取得 例如說在 K跟L這邊有一個經緯度的藍位 所以假設我今天先不論這個工具 這份資料 我把這個23跟120 佈置起來 然後我去看看它實際上的位置的話 我進到一般的Googleman 我們剛才在CFC裡看到 這個核心冰果布 他說它的經緯度是這樣的一個數字 23是緯度 然後120 因為在台灣大概就是經度 那我很單純想要知道它在哪邊 那我進到一般的Google地圖 我把這個經緯度貼上來 按Enter 他就會說 這個他讀得懂 對不對 經緯度就是全球共同的 所以他讀出來就發現到說 它是在 那個後壁區的經療老街的 這個社區裡面 這樣 所以真正 剛才這個CSVR 他能拿來定位的 就會是 緯度跟經度 各位可以理解嗎 所以一般來說 我們下載一個資料 會先打開來看一下 他是用什麼樣的方式定位 那當然多半就是這種經緯度的 坐標方式 那我剛才是進行一個 資料的定位 那如果今天我想要做 跟剛才像是 這個美食地圖 他一次這麼多筆 我不可能一次一次輸入 那所以就可以回到 Google 買賣這樣的後台 在這邊的圖層呢 他會寫說 有沒有什麼樣的匯入的檔案 我們點選匯入之後 他會問你說 你有沒有檔案要上傳 或者是你的Google 雲端裡面 已經存好檔案 他也可以去找 這都是一些方式 其實他還可以連相簿 也就是說 如果你有拍照片 然後有開那個 GPS定位坐標的話 你自己有把它存在 Google Photo 這樣的服務裡面的話 他可以批次匯進來 假設你有一百張照片 你不想要手動定位 你就直接匯進來 變成一個Layer 叫做你的相片的Layer 那這個有可能 大家可以去試看看 其實有時候用起來 蠻簡單的 就是把它匯上來就可以 好 那我想要把剛才那個 政府資料平台台南餐飲的CSV 放進來 所以我就去找台南餐飲的下載檔案 那這個CSV 我現在在桌面 好 這個CSV就拖映進來 丟進去之後 他現在在上傳 上傳了之後 他可以看得懂這個資料 因為他是CSV 所以有豆點隔開 每一個欄位 那他就要問你說 請問你這個座標是哪兩個欄位 我們剛才講到 有緯度的欄位 跟精度的欄位 那這時候他會想要你幫他確認 因為這畢竟 確認起來還是需要一點 其實他已經確認了 他想讓你再確認一次 LA是那個緯度 那這個小問號 你可以點起來看一下 就是說他也怕你 不曉得這個資料是什麼內容 所以他小問號是讓你看看說 實際上這個欄位裡面 都是23開頭的 那表示說他都是緯度 那下面這個L開頭 就是120 就是精度 所以其實他自己有預判 哪一個是精度緯度 那我們決定 確認之後我們就按繼續 然後他問你說 我們最後這些點會出來之後 會不會有一個標題 那我們剛剛有看到 在CSV裡面 對我們來說 我們可能會想要知道店家的名稱 在地圖上面 所以我們在Google買賣的後台 我們選一個叫Name的 一樣你也可以開小問號 看一下實際上 裡面是什麼東西 所以我們選好了Name之後 也就是說他會做成前台這個資料 給大家看到這個名稱之後 按完成 給他一點點時間 定位一下 所以按一下完成之後 他基本上這種資料量應該都還可以 他的上限是2000笔 一個圖層2000笔 那因為台南這個美食地圖看起來就是1000笔 還OK 沒有超過 不過這時候 各位有沒有發現 左邊這邊 有一個跳出一個黃黃的框框 他好像要講一些什麼事情 他說有事實事例 無法在地圖上面顯示 看一下修盾資料或者怎麼樣 然後他還有一個 好像可以按的叫做開啟資料表 我們按一下看開啟資料表會長怎麼樣 打開之後 好像有一些資料的底色是紅紅的 有些資料呢 在44之後 就白白的是很OK的 紅紅的意思就是說 他判斷 這個沒有經緯度給他定位 我們看一下在經緯度的欄位 其實說這些44筆的資料是沒有經緯度的 所以他沒辦法定位 他提醒你一下說 你是不是資料有問題 或者發生什麼事情 那其實應該有問題 我們也沒辦法解決 因為這是政府的資料 所以我們可以去政府資料的頁面 跟他寫說 你有44筆 根本沒有經緯度 根本沒有辦法用 這樣 所以 這個是 這個是他吃了資料之後 發現到 如果有資料有缺漏的話 他會跳出來跟你講 然後他會讓你看一下 開啟資料表之後 大致上看一下狀況 所以現在 餐飲的部分 一樣我們圖層 資料已經進來了 所以 我們點一下圖層 一樣可以去編輯 他的名稱 例如說他就是店家 那 所以大致上 Google 買賣的功能 就是你有一個 蠻單純的資料 裡面你要先確認 有經緯度的資訊 那你就把它丟上來 丟看看 那以CSV來說 一般來說就是經度緯度 有自己的獨立欄位 丟進來他會自己幫你判斷 所以這個是Google 買賣的部分 那當然 如果各位 待會兒因為我們還有一些下課時間 如果你要自己試試看 例如說公車資料 跟行政區的面資料 一樣 你可以到今天的共筆的 這個縣資料跟面資料 它都有原始的資料來源 你就下載下來 然後丟看看 丟不成功 我們就可以來討論一下發生這種事情 理論上公車路線 你應該不會丟成功 因為它有另外一個格式 那所以我們這邊 除了公車路線下載資料的連結之外 我們在下一行 有一個叫做常用轉檔工具 它給你的 不是Google 買賣想要吃的格式 所以這時候你要做一個轉換 那面資料的部分呢 面資料應該也是 應該也是另外一種格式 所以你大概直接丟都會有問題 不過這一部分 其實在最後一個小時 Rony 那邊會稍微解釋一下 因為格式真的是五花八門 因為地理資料 畢竟不是一個蠻統整的一個系統 其實各國開發的進度 跟商業公司 有時候都會提出自己的一個格式 來做一個市場的佔有力 但是也隨著大家都要互通有無的情況下 有很多轉檔的工具 所以我們這個講解 其實就是先讓大家看到這個點線面的資料 然後Google 買賣 因為其實操作起來沒有那麼複雜 所以待會兒如果大家下課時間 可以試看看 譬如說從那個店家資料丟看看 或者是說你Google 買賣開出來 其實還有一些應用 Rony 那邊待會兒也會講一下 你可以跟別人一起編輯一個地圖 其實我們自己在專案 常常用Google 買賣 目的是因為大家都有帳號的話 都可以一起編輯同一個地圖 也就可以在地圖上實現協作的一個情況 那這時候其實就蠻好用的 好 那回到簡報的部分 這就是剛才提到的 項量資料就是點資料 那它就會需要一些經緯度去做定位 線資料跟面資料就是 剛才看到的那樣樣派 然後 也有一個小工具可以介紹給大家 那Google 其實 除了 My Map 這個工具 它是一個自己做一個線上地圖的工具之外 它有出一個Google Earth 中文是講Google地球 不過其實中文大概不會講Google地球 通常都講Google Earth 它是一個單機板的軟體 那我大概不會花時間開 因為其實也蠻簡易就可以下載 也是一樣 如果大家對這種 待會兒講的特點有興趣的話 待會兒就可以下載下來看 主要特別在於說 它是一個地球的一個模擬的情況 也就是說你進到這個3D軟體裡面 它不是平面 它是有立體的維度 所以你可以嘗試用鳥看的方式 用斜看的方式 去了解整個資料在地形上的起伏狀況 以現在簡報上面畫面 各位看到 看起來好像是一個鳥看的角度 然後圖像上好像綠色一塊 黃色一塊這樣的一個色塊 實際上這個是台中市都市計畫的使用分區 舉例來說 我們現在在台南頂中 它的使用分區就是學校用地 所以它在法規上 它就會把這邊畫一個顏色 說這個是學校的用地有一個顏色 那一般來說 這個地形總是有起伏 所以我們用Google Earth 打開這樣的面資料 其實你就可以看到 它如何的貼伏在地形的起伏上面 所以這是Google Earth的強項 它是一個三維度的單機軟體 它也有線上版 所以你也可以直接key Google Earth 你會進到它的線上網頁 那這個也是一樣 因為都是蠻簡易可以上手 我就不另外操作 那大家有空都可以下載下來玩看 所以剛才介紹的是點線面的資料類型 那這個就是比較常見 就是點啊線啊面 這個很好理解 那 GIS 裡面有另外一類的資料 它有點複雜 就我剛才提到 它可能是非常大的衛星圖 或者大的類似像JPGA這樣的檔案 那它會用另外一種儲存方式 叫做網格資料 其實一般來說 我們如果作為使用者 我們大概也不用強計說 什麼東西是像這樣資料 什麼東西是網格資料 我們大概最後都是看它最後的格式 例如說剛才的CSV 它通常都是向量資料的點資料 那像我待會介紹的這些資料 它其實都有一些專屬的格式 說實在是有比較專屬啦 有些人們 所以我就不太多多介紹了 那不過我們還是看一下它的樣態 例如說在畫面上 在左手邊你會看到有一個人像黑白照片 這個其實是 新北市的淡水地區的早期的空拍照片 那這個空拍照片 那這個空拍照片是 日治時期 美國為了要轟炸日本的時候 它的飛機的軍機 然後大概在這個台灣上面巡視 然後拍一些偵查類的資料 那因為已經到了檢列時期 所以都把它open出來 這樣 所以就是大概是1945年那個時代的 戰後之間的這個空拍資料 它其實早期就是相片 那我們為了要把它定位 所以我們把它存在網格資料裡面 那在畫面右手邊呢 其實是最近正在推動的 叫三維度國家底圖 那你會看到有一些地形 有一些建築物的量體 有一點像是 這個遊戲軟體裡面的這種建物模型 那這個是目前 中央政府希望把整個台灣的 包含建築物的樓高 還有基本的地形都把它建立出來 提供給不管是產業應用 或者大家在認識地理的空間 它會比較適合 好 那我這邊就插入一個這個學測考題 因為講這些 各位不要覺得太遠 你這個學測的上面還是會碰到 其實嚴格講當然不是說他考什麼GIS 只是說他在出題的時候 運用一些GIS的材料 作為這個題目的敘述 那我們現在畫面上看到右手邊 有一個叫社會 110年的學測社會考科 他其實講的是 苗栗的月裡那邊有一條河流 那他其實應該是要問一些河流侵蝕的 這個地理學或自然科學相關的事情 但他用的是台灣百年歷史地圖裡面 在1904年 那個時候還是日治時期的時候 日治時期的時候 各位可以想像 那個沒有所謂的航拍空照圖 也沒有所謂現在Google地圖這樣的東西 所以他們就是實際 他們的軍隊去測量這個地形 那測量出來呢 他就是用比較傳統的這個文理 例如說水田他有特定的符號 道路他有特定的畫本 他把它畫在就是所謂的寶圖 這個台灣寶圖 1904年裡面 如果今天要看這整幅的台灣寶圖 你就可以查台灣百年歷史地圖 這個服務是中原院的地理資料中心 他長期維護這樣的整個台灣歷史地圖的收整 你在上面就可以看到各個年代的 包含我剛才提到這個 航拍的空照圖 或者是像這個已經100年前的歷史地圖 而且他還疊合在同樣的一個座標系統 然後你可以想像你可以開開關關 看看現在的台南宇宙以前是 會不會是什麼樣的空間 那裡面呢 他也會介紹說 這個台灣寶圖裡面的這個 什麼樣的畫法 代表什麼樣的用地 怎麼樣畫叫做水稻田 怎麼樣畫叫做鐵路 這都有他的編碼 所以回到這個學測題目 他就是用這個百年的這個河道轉變 做一個影子 來問大家說河道侵蝕的一些動力等等 這個應該我覺得還是滿常會出現 某種題目的鋪陳和地理資料 好 那回到我們比較近代的技術上 因為我們現在有衛星 或者是我們很多的航拍的空照的機會 那我們就會用真的現在的真實攝影 去拍到線框 所以現在畫面上你看到就是 台南宇宙在中央有一個叫農林航廁所 他有很多會廢出去的無人機去拍 這個地表的線框線的樣子 那他的精度也都滿高的 所以你如果進到這個國土規劃 地理資訊圖台 其實你可以看到比較 看得到就是操場的跑道的間隔 你大概都看得出來 所以這些呢 因為這個檔案的格式啊 面的資料都比較大 他們都是用網格資料來做儲存 還有一種資料就是地形的資料 在畫面上 我這個待會兒可以開給大家看 我直接開給大家看 就是說 我們剛剛提到很多地形嘛 那這個地形其實政府也有釋出資料提 所以 我現在畫面上開的是 這個是實際的地理位置 它是在台北市的陽明山 因為它是山區 所以它本身就有起伏的空間 有一些土丘 有一些河道所切實出來的一些河谷 那政府有提供一個叫做DTM 待會兒我姐媽還會再介紹 就是它是紀錄這個地形起伏的一個資料格式 它也是網格類的資料 那我們民間社群就有人把它下載下來 然後把它做一個 它用的是QGIS這個軟體 先在單機裡面操作好 然後把它發佈成一個線上的網頁 所以別人就可以看到說 原來這個地形是怎麼樣的起伏 然後它也可以zooming進去 那如果你現在看畫面 它也可以看到好像有些黃色的 它把一些建築物的資料也點進來 所以我滑鼠如果點一個黃色的話 它其實會跳出這個建築物的資訊 其實因為這個只是DEMO 所以沒有什麼額外的資訊在裡面 我也可以看到這些房子 就是座落在這些地形上面 會比較接近地表的現況 所以很簡單揮納一下 我們剛介紹的就是空間向量的點線 線面 Google買賣那些的 比如店家 公車資料 還有行政區 然後網格資料 基本上就不是點線面 都是網格 不過對使用者 我們這種使用者來說 重要的是去認識它的格式 跟可以開啟的軟體 會比較關鍵一點 那我最後這一小段 我稍微講一下 待會就會進到Roni那邊 最後一個 想要先跟大家分享提 蠻重要的思路 就是資料在哪裡的問題 我們剛才提到 台南的美食資料 或者公車資料 或者是航拍的資料 歷史資料 如果你不知道資料在哪裡 可能就不會設想到 在你的應用上 或你在研究上 或你想做的事情 有沒有什麼資料可以來搭配 那我舉一個 這個台南的代任養 流浪動物的資料 來說明 因為我們好像有一位朋友 在報名的時候 有提到他想要做那個 浪浪地圖 那浪浪地圖 我想到的就會是說 那會不會是先有一些 跟收容 或者是流浪動物有效 相關的資料 可以先看看 政府有沒有什麼資料 所以我們在政府資料開放平台這邊 我開一下首頁給大家看 基本上你 你 key 政府資料開放平台 你會進到這個首頁 這是中央政府在維護的一個平台 上面就是收集了 包含地方政府 或中央政府 甚至一些大學的資料 他可能都會放進來這邊 假設 我今天在這個搜尋欄期 打一個叫 浪浪 各位你覺得會有資料嗎 不會 欸不會 對 這個就是我們開放政府 開放資料的一個課題 我們其實民間也一直想要去 想要去改善 就是說 我們口語上知道浪浪子的意思 或意涵 可是他們有點太拘泥於 那個資料集 一定要叫做 代營養流浪動物資料 就是說 法定的講法 跟一般口語化的講法 其實它是一個同意的 其實它應該要模糊搜尋 那只是說這部分 或者我們開放資料影片還沒有做到這個功能 所以 有時候你 查了兩次之後 你還是不要 就是你還要換一些詞 所以我後來就想說 那是不是我查流浪 那開始就有一些 例如說 金竹市的契犬 或者是 像這個台南市 遊浪犬調查 又跟剛才那個 認明 領養又不太一樣 不過他們好像 當初可能在 下關鍵字的時候 資料集的關鍵字 都跟流浪相關 所以可以被搜尋得到 所以就是說 回到剛才 浪浪地圖那樣的想法 其實你就要先來這邊找找看 有沒有跟你這個主題相關 或許會完全 match 或許不會 match 但沒關係 主要是說 你這個主題 好像假設這個 有沒有完全 match 沒關係 因為你會知道是什麼單位 例如說它在政府那邊 其實是農業局在 處理這樣的議題 你如果真的有一些進步的詢問 其實你可以打電話去農業去問問看 你想要做的事情 會不會它有一些更進步的建議 所以我覺得對 一方面是找資料 另外一方面是 知道這個資料背後的 業務相關的單位 我覺得也是這個資料平台 比較可以去運用 所以這個資料平台的功能就是 其實你日後不管是什麼樣的主題 基本上真的是588 上面每一個單位的資料都有 所以你都可以上來查查看 那你如果今天遇到沒有資料 假設我查了流浪都沒有資料 它還有一個專區 就是你可以提問 我開一下一個提問專區 我特別開一下高中生去提問的案例 就在整個資料平台上面 在互動專區裡面 有一個叫做我想要更多 其實也蠻直白的 就是你想要更多資料集的意思 那曾經在2017年的時候 有一個復興實驗高中的學生 高中生 他說他要參加第幾個オリンピ亞比賽 然後我不曉得為什麼 但是他想要88年的商業登記資料 那因為資料平台上面沒有 所以他來這邊提問 那好處是說 提問之後 這個資料平台會幫你轉給這個 可能有這個資料單位 問問看他是怎麼樣回答 而且這個回答我們也看得到 就五年之後 六年之後 因為我們看到他怎麼樣回答這個需求 如果不錯 就是真的有提供了 那當然很好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還可以追問 所以如果你今天在本來的資料集裡面 沒有查到你想要的 你要記得到互動專區 我想要更多這邊 點進去之後 你也可以查查看有沒有人問過 如果也沒人問過 那你可以先作為第一個人來問 然後他的政府的回答 都會在這邊可以open 讓別人也看得到 好 那以上這邊大概就是 從資料的部分做一些介紹 那一樣我們因為下載資料之後 還是有一些資料整理的課題 那 Ronnie這邊會介紹 用special sheet的一個函數來做 這樣的工作 那我們就先進到下一個階段 好 這麼近來的拍 到底等一下接我 我們還要在拍子 對還要在拍子 好 那大家好 那我是Ronnie 那我再補自我介紹一下 那我也是 20年前 這不用再提吧 就是 我之前那個自我介紹頭影片 裡面有放我的一些作品機 對就是我是蠻喜歡爬 我是 小專業是爬資料 然後我很喜歡爬政府資料 然後把政府資料變成open data 所以這邊有一些是我曾經爬的 然後做的一些 知道視覺化的應用 那裡面也有列了一些 就是我做的一些地圖應用 所以如果大家就是看到裡面 也有一些作品怎麼做的 然後用了什麼技術 好奇的話 之後也都歡迎可以隨時 就是一起討論交流 好 那就自我介紹結束 那再回到第二段落 那 這部分我是想分享的是說 有時候其實我們可能會想說 資料串聯這個需求 舉個例子 因為我們今天的題目是說 如何做出口罩地圖 但是有時候我們發現到 我們手上拿到的資料 是長這個樣子 就是它有一個 每個診所 它裡面有滲透的口罩 但它沒有任何的經緯度資訊 所以我們拿到這東西 其實我們沒有辦法把它地圖化 但是我又找到另外一份 它有每一個診所所在的 經度緯度的位子 所以我現在有這兩份資料 那我現在要想辦法 把這兩份資料合併成一份 我要怎麼做呢 其實有很多方法 第一個方法是 就是用工人智慧 反正人就是一個一個找 台灣有七千多個診所 你只要三秒鐘處理一個 你兩萬秒鐘可以處理完 然後大概 花一天 一天是可以去玩的 但是 這很 這真的很累 那再來就是 第二個就是寫程式 或者是用資料庫處理 然後再來就是 其實 大家手上都有 像eSale 或是Google說明 這種工具 那其實這種工具 其實都可以幫你很快地 解決完這些問題 所以今天想要教的就是 怎麼用試算錶軟體 來處理 串聯資料這件事情 那我 我現在講都是講 試算錶軟體 我不是講eSale 因為eSale其實它是專職 微軟手下 那個就是 試算錶軟體 對 但是其實 有很多的 就是不同的替代品 例如說 像Google試算錶 或者是Open Office 這些都是試算錶 而且其實用法都一樣 因為他們的那個 使用的韓式名稱 或者這些操作方法 其實都是有溝通標準的 所以就是 也蠻鼓勵大家 就是 能的話就是盡量 脫離微軟的掌控 然後如果能的話 就多用一些 非微軟的 對 脫離微軟的掌控 就是脫離Google 對 當然我也沒有說Google 對 所以總之就是 好 不過等一下應該還是用Google示範 好 那我先想問一下 有沒有人沒有用過eSale的 或沒有用過試算錶的 萬一有人害羞的話 我還是速速的介紹一下 就是試算錶這個東西 可能有些專用名字是什麼 那麼 我現在就借 哲偉的帳號 然後開一個 開一個試算錶 就是 假如進到 到Google手頁好了 在Google手頁上面 有一個這邊 然後可以點那個 試算錶 然後這樣就可以 開一個新的試算錶 在右下角點這樣 就可以開好 然後開好新的試算錶 這樣就是一個空的試算錶 那在試算錶裡面 其實它有分幾個層級 一個就是 我這整張就是一個試算錶 然後一個試算錶 裡面是可以有很多個 不同的工作錶 所以這邊按加號 可以增加工作錶 然後每個工作錶裡面 會有N個儲存 然後橫的這個 一個一個一個都是一藍一藍一藍 直的這樣一行一行 是一列一列一列 所以會有藍跟列 所以這是一般我們在用的試算錶 的一些名詞 然後其中它在定義 這個儲存格的座標的時候 我們那個橫的是用英文字 就是這邊有看到ABCD 一直到D 然後直的是用數字 所以數字你可以到9999 都沒問題 就是可以有非常多的資料 所以假如我要描述這一格的話 它的位置就在D6 那這個在用試算錶子 會滿常用到 就是我們會用 怎麼去描述一格 然後怎麼去操作一格 那再來就是試算錶 所以這頁就是講說 我要怎麼去描述一個格子或一個範圍 所以例如說 我想要描述這一個範圍 這個 這邊有12格 那它是從B1到C6 那我描述它的方法就是 B1冒號C6這樣子 好 所以 再來就是 試算錶裡面也有很多韓式可以用 所以最基本的加減乘除 例如說我這邊本來有一些數字 這邊 311 然後439 我可以用等於A1加B1 然後我就可以得到這兩個藍的加總 那麼我只要這邊亂改數字 它這邊加總也會跟著一起變 這就是試算錶常會用的一些計算功能 好 所以以上就是 可能試算錶就是要回覆一下試算錶怎麼使用 那再來就是回到這一章節的主題 那假如我要做資料串聯我要怎麼做呢 那有一個韓式叫VLOOKUP 那這個韓式其實算是比較進階的試算錶韓式 因為可能有很多人到工作後 到工作甚至二三十歲工作了十幾年了 都還沒有用過這個韓式 但是一旦會用這個韓式後 其實很多情境是可以幫你解決很多工作上的問題 尤其是可能不會寫程式的人來講 這個韓式是可以大幅的提升一些工作效率 那在它的說明裡面有寫說它有四個參數 對在Google試算錶裡面 我只要打一個韓式名稱 我打等於 然後打韓式名稱 它會幫你列出來這個韓式的介紹 所以它會有幾個參數 然後每個參數的意義是什麼 但說真的 就是VLOOKUP它的那個參數介紹其實寫得蠻不白話的 就是雖然都是中文 但是你看不太懂還在想什麼 對所以這邊我還是要再詳細說明一下 那麼VLOOKUP的功用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我用一份 我用一個成績單來做案例 等一下大家可以就是開我們今天的WORD裡面 然後有一個這個成績單練習 然後點進去裡面之後 然後這邊是我給一個成績單 那我等一下想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在這邊有另外一個分頁 這個分頁叫做數學觀察名單 就是老師想要知道哪些人的數學是被觀察中的 那我希望能夠說程式自動幫我算出來 這三個同學的數學成績是多少 以及我接下來把名字換掉的時候 程式會自動幫我把那個名字我一換掉 它就換成那個人的數學分數 那這件事情就是要用VLOOKUP來做 那等一下大家要練習的話 就可以要這個地方按檔案 然後按建立副本 然後這邊你就可以用 把現在這個數算表建立一個副本 然後去自己編輯 好那先請大家開一下這個數算表 然後建立一個副本 現在做這件事 那如果有同學沒有 或有帳號或是遇到問題的話 請隨時舉手 就是開好這個副本 待會兒就操作 要打開電視 請坐下 你還謝謝 請坐下 讓我坐下 你進去 我剛才還要 那是 我先坐下 我先坐下 小夏 nämlich 要當我快點 Google 走吧,有開你的版本 你也可以點進這個頁面 然後它的介面 它的檔案這邊 我們用的是因為它是線上的 所以協作比較方便 好,那我就繼續 這一個試算表就是一個 可能大家見了會很痛苦的一個試算表 叫成績單 成績單裡面就是會有各個成績 姓名跟分數 那麼我要怎麼做到 我這邊是卸中箱的時候 然後我要知道它睡的成績 那剛剛講的第一個工人智慧就是 我自己複製起來 然後我去搜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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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數學成績是五十三分 然後我把它五十三分推過來 好,這是工人智慧做法 但是 當人數多的時候 真的就很累了 那 程式的做法 韓式的做法是什麼呢 那就是用 剛剛講的VLOOKUP的韓式 那VLOOKUP的韓式 主要有四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就是說 我想要找誰 我想要找的那個是誰 所以我現在想要找的是卸中箱 卸中箱這一格是A2 所以我就把A2讀進去 就是說我想要找A2裡面那個名字是誰 再來第二個是範圍 範圍就是指說 我想要找的那個對象 它在哪一個大範圍中 那麼它是在乘積這個地方的這裡面 它在卸中箱是在乘積的A這一欄裡面的 所以我就選A這邊 但是我不能只選A 我一定要把我要的值都一起包進來 那數學在C這一欄 所以我就選A到C 所以第一個參數就是說我想要找誰 第二個參數是我想要在哪一個範圍裡面找 然後再來第三個參數是所以 所以就是我希望我找到之後 你要給我第幾欄 那麼數學在第1、2、3 第三欄 所以這邊就寫3 然後在第四個參數 以排序 但這個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就是無論如何 不管怎麼樣你就寫FALSE FALSE就好了 它沒有其他情境 因為這個我沒有很確定它為什麼會這樣設計 但有可能因為試算表軟體已經有三十幾年的歷史了 然後以前電腦很慢 所以以前必須要有排序可能寫True它會比較加速 但現在電腦已經比以前快要非常多了 所以這個地方就無論如何就寫FALSE就好了 好這樣子我寫完的話它就出現53分 那麼剛剛我也看過 限中箱是53分應該是沒錯 53分 那麼再來這邊是有一個Excel的一個小技巧 或是示範表的一個小技巧 就是說 我現在假如我要想把這個東西的值 這個函式 複製下去的話我要怎麼做 那麼我可以就是按右鍵 複製 然後再貼上 然後它就會自動幫我把函式都貼過來 但是它會蠻聰明的 本來我這邊指的是A2 就是這個格子 左邊的名字 但是它會自動幫我把它換成A3 所以我就不需要再把原來A2改成A3 我直接複製過來就可以使用了 所以我們就看秋木傑99分 那是不是真的 那我們去找一下看看 秋木傑 我找一下名字 秋木傑數學99 沒錯 所以這個就做到了 那再來下一個張亞萍一樣 我們就複製過來 再來複製 這邊按Ctrl C,Ctrl V 貼上也可以 那這樣子張亞萍76分 張亞萍是不是76呢 對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例如說我現在隨便抓一個人名 這個林學賽 然後我就把名字換掉 那它的分數就會自動立刻更進它的分數了 所以假如今天老師就是想要說 我想要更新一下那個 代觀察名單裡面的名字 一改分數就直接換掉了 那老師就不需要手動去改這些數字 他直接用函式就可以做到這件事情了 好那 那請大家來試試看 就是做剛剛這樣的操作 然後就是能不能自動用VLOOKUP 然後找到剛剛同學的分數 然後已經換掉一個名字的時候 它會不會分數就可以跟那些變化 那如果真的沒有頭緒 你就照著Key 先把它Key出來 就是VLOOKUP 花號A2豆號等等 就是先用Key的方式把它Key出來也是可以 然後如果遇到問題 你發現出來的東西不如預期的話 隨時舉手 所以你找到為什麼 不知道為什麼 就舉手 找不到戰略者 嗯 那個你這樣變四個參數 四個參數 第二個參數那邊 我們把第二個參數後面的東西刪掉 我們從來學一次 刪掉 然後再三 三到只三個都點 然後再 雙眼看也不要 然後你現在 划出旋程器 然後你從A拉到C 直接拉到A 對 直接拉到A 對 直接拉到A 可以 或是你按那個上面欄位那個 可以拉的比較 就是可以拉全部 然後我跟大家分享這個好了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怎麼樣拉那個範圍比較好拉 就是我現在把它刪掉出來一次 我現在等於VLOOKUP 然後 第一個我要的對象是這個名字的A2 所以我點一下A2 然後要注意大家點的話都盡量點在格子中間 因為如果你點到邊邊很容易點Y 就可能沒有辦法選到A2 好 所以我現在A2 選完A2的時候按豆點 表示我要開始打第二個參數 那第二個參數我想要到成績這個分頁的A到C 全部的東西 所以我這時候就按成績 然後這時候注意就是你滑鼠也是點在A的中央這一塊 然後按著不放 按著不放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拖拉範圍 因為剛可能有些人按Y了 按在邊邊上或是按在其他地方 所以就會發現點不到 所以你要就是點在A的中間 然後來拉 然後選完後再按豆點 再來打下一個參數 所以你在使用試算表的時候 就是選參數都是 所以假如你要用滑鼠血範圍 他就用這種方法來選 封面前的資格 更加成數 誰能夠捉入 他說什麼 他做的 他沒有跟那些的 但是我沒有跟那些人 他想吃的 就說他吃到 ただ 我以為 他也會有些人 但是他就吃到 那些人 不買 他就給它 他都不是他 我跟這時候 就是他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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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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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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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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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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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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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